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7月1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一起來 征服股海共創雙贏 端午節後這個禮拜的行情劇烈震盪 先是在禮拜一 跟著美股的重挫之下補跌 禮拜一大跌118點 最低下到11500點 接下來美股2000的反彈 讓台股指數也跟著拉高 今天收盤漲82點 收盤收在11703點的位置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代表 這個行情就穩住了 可以安心買股票的呢 好我們今天就針對這個部分 來跟大家再來這個規劃 以及探討 那第一個先來看到 還記得端午節前6月23號 跟大家提到過 當6月11號大盤出現了 爆量空投吞噬之 一英吞三陽形態出現 高檔已經有反轉壓力出現 隔天出現個下殺之後的下影線 先做反彈 但反彈8天之後 遲遲未能突破11771高點 這個地方壓力會越來越沉重 再加上籌碼面上來看 融資不斷創新高的背後 旗子大戶始終是處於一個偏空 爆了2萬多口的進空單狀態 所以我說從價量籌碼來看 端午節前端午節之後 應該會先一個變盤往下 先來回測這個月線的機率比較高 那月線如果這地方能夠守住沒事 萬一月線失守 這一波反彈就正式的宣告 珍重再見了 那結果呢 果然端午節前指數還在反彈 端午節之後呢 哇突然出現一波的一個急殺 當然跟美國股市 這個急速回檔有關係 那也讓禮拜一台北股市一個下殺 最低殺到1萬1500點的大關 那當時我們提到 如預期的端午節之後 先來做一個往下回測月線 月線能不能夠守住呢 剛剛提到關鍵還是在台積電的身上 如果台積電能夠守住308.5 那大盤目前來看 就有機會維持高檔震盪 如果說萬一台積電破308.5的話 月線這地方就會不保 這一波反彈就會正式的結束 所以關鍵都在台積電 那現在大盤這兩天能夠穩住 當然關鍵就在台積電的部分 昨天低點311 今天開高拉高漲了4塊半 收在317.5 目前來看台積電這地方 至少能夠守在308.5之上 也讓大盤指數看起來守在月線 月線目前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大概在11500點左右 在這邊守住 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問題出在 那指數如果是維持高檔震盪 甚至有機會再攻高 過1177高點 就代表可以安心的買股票嗎 提醒大家要小心一點 什麼呢 上個月曾經跟大家提醒 當大盤漲到這個位置 如果指數是靠著台積電 來做帶動的話 要小心會有很多個股的大戶 趁機出貨 這是在上個月6月5號 跟大家所做的提醒 當時台積電過了309的一個高點 也站上了半年線 我說指數的部分 那天收盤收在11482 將會有機會再攻一波 但是在指數再攻一波上來 靠著台積電在帶動的時候 要小心喔 會有其他個股的大戶 先漲一波之後 反而趁機在這裡做出貨 當時點名誰 被動元件 伺服器這些族群 當時將台積電拉高上來 都有看到大戶在出貨的跡象 那結果呢 結果你會看到 那一天指數收盤11482 今天指數收盤11700點 看起來好像又攻了一波 對不對 對 可是你會看到 好多股票 哇 開始 反而在指數拉高上去 大戶趁機出完貨之後 沒有漲耶 反而反手下殺耶 包括了來 剛才提到被動元件 是不是 這波指數看起來 從左邊這個低點 10140 漲到11700點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滑星科 被動元件的滑星科 當指數最近在高檔震盪的時候 不知不覺他的高點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5月初的221塊 這幾天最低跌到哪裡 跌到176塊 指數看起來 哇 漲了1000多點 華新科的股價反而大跌了45塊下去 包括上個月一根拉上來 多少人都覺得這個要補漲要轉牆了 現在又反手下殺 反而破低 不只華新科 不只華新科對不對 其立金也從112塊跌到89塊 也是被動元件股 有沒有 再來伺服器的 例如說 兩個月前 很多投顧老師在喊進8155的博智 那時候股價拉高到183塊 現在呢 指數看起來從10140 漲到11771 股價卻從183跌到最低135塊半 對不對 跌了47塊半 將近快50塊不見 還不只包括兩個月前 最夯的防疫概念股 例如毛寶對不對 股價也從42塊2跌到27塊 跌了15塊不見 跌了30幾%不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行情 正如我在上個月 一個月前跟大家所說的 當指台積電突破309 雖然有機會帶動指數 再攻一波上去的時候 要小心 其他個股的大戶 反而趁機來做出貨的情況之下 提防會讓你怎樣 到最後你覺得指數在漲 你看起來賺了指數 問題你買的不是指數的時候 你買的是股票 卻會因此而賠了價差 這是這一個地方投資朋友 第一個要去注意 好 那這還是指數 目前能夠維持高檔 震盪的一個格局 問題出在 那指數高檔震盪都不賺錢了 萬一再度的回跌呢 畢竟現在問問大家 新冠肺炎的疫情結束了沒有 如果只看我們台灣 當然會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疫情了 對不對 我們也很開心 但是如果說我們台灣 畢竟不能夠永遠的鎖國 對不對 放眼到全球去 全世界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 有結束了嗎 不但沒有 來看一下幾個最新的數據 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總確診人數 已經突破了多少 一千萬人了 總死亡人數也超過了50萬人了 那最要去注意的是美國這邊 畢竟它跟我們的一個 這個經濟的益存度是最高的 結果前陣子美國經濟說 想要陸陸續續開始解封之後 之前疫情 這個所謂的新確診人數 稍微有點下滑 最近到了六月底 對不對 突然又暴增上來 一天新確診人數 都超過了4萬多人 再盤新高峰 所以你會看到 第一個 目前新冠肺炎 還沒有結束 那貿然的解封 很有可能就造成疫情 像美國這樣 又再度的這個攀高上來 到最後 可能就是我們之前提醒過大家的 未來美國的經濟 可能就會面臨反反覆覆的 一下子封鎖 一下子解封 解封之後 疫情又攀升 再來封鎖 這樣反反覆覆 拖個半年 一年半都有可能 這個反而對股市來講 就會變成一個 非常大的不確定因素 再加上就算疫情 能夠順利的過去 那不要忘了 之前提醒過大家 我們的央行副總裁 都提示 都警示過 就算疫情能夠過後 恐怕都會出現 全球的三大風險 第一個 反全球化 第二個 債務攀升 第三個 疲弱經濟成為常態 那現在反全球化的現象 似乎越來越明顯 當川普現在在總統大選的民調 哇 似乎已經落後了十幾%的時候 越來越著急 所以使出來的手段越來越激烈 一下子 包括歐盟 都要苛徵所謂的一個 這個關稅 針對三十億億美金的一個商品 針對歐盟的商品 要來所謂提高關稅 那歐盟也準備要反制 針對美國 輸往歐洲的一百多億的商品 也要來提高關稅 所以你會看到 反全球化的現象 正在持續提升 再加上 這個港版的國安法 這邊提出來之後 現在川普也說 要對這個中國 對這個香港提出制裁 各位投資們 國際局勢 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平靜 反全球化的一個現象 不能夠輕忽 那更要重視的是 債務攀升的現象 很多人說不要怕 反正美國FED會拼命的印鈔票 來這個推升股市就好 真的能夠這樣永無止境的 靠這FED來做救世嗎 那最近FED開始這地方 提出了所謂的購債計畫 開始這地方要買很多 企業的所謂的公司債 那希望能夠維持市場的 一個流動性 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專家 研究調查機構提出警示 像這地方 這個亞登尼這家研究調查機構 就在最新的報告當中提到 FED的一個購債計畫 雖然看起來目前效果驚人 但是是不是市場上 真的需要這麼大的一個能量 來做刺激呢 當過度的一個刺激效果出來 到最後反而可能會引爆什麼 面臨優勢以來 最大的金融泡沫的一個風險 這個我也希望不要發生 但是萬一發生 我只能說那對股市的衝擊 絕對可能會比這個 三月份那個股災來得更為恐慌 只是它不會像那個股災一樣 一口氣就狂跌下去 它可能會造成的是 全球的經濟變成一個疲弱的一個狀態 變成一個常態 那到最後會不會像1929年 爆發了十月股災之後 先做一個死貓跳大反彈 回到三字頭左右 然後大家覺得沒事的時候 經濟才是開始走皮 到最後股市還是跟著這樣一路的 進二推一進二推一的往下 最後低點跌到41下去 這個都會提醒大家 風險兩個字一定還是要有 所以換句話說 目前第一個台北股市如果大盤 維持在高檔震盪 你去買股票也不是那麼好賺 尤其最近指數看起來不跌 對不對 高檔震盪 可是有沒有注意到誰在賣 投信 對不對 已經一二三四連四賣了 那投信雖然賣的金額 可能沒有外資對指數的影響那麼大 投信它影響的不是指數 但它會影響到很多投資人最愛的 我們講的中小型的熱門股 這種狀況連投信在賣了 你還要拼命去買嗎 風險會很大 對不對 那更要提防萬一大盤一旦反轉 這個可能又是一個又快又急的急殺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才會提醒 最好的操作思惡略是什麼 這是我們所說的 快打當沖作戰計畫 因為我們的當沖是這樣 不是像很多投顧老師 哎呀 我也帶你做波段 也帶你做當沖 這個當沖有賺就拿當沖出來講 當沖沒賺 講波段以前做了什麼股票 對不對 可是這樣做有一個缺點 當行情反轉下去的時候 你當沖賺到的錢 不夠去補那個波段 虧損的一個金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快打當沖作戰是這樣 盤中滿手沒有關係 不用去擔心錯失行情 有賺錢機會 我們還是要用力把握 可是有賺沒賺 重點在於盤後 我們都是保持空手的 這樣才能夠幫你把風險降到最低 完全不用去害怕 美股一下子大漲 哪天又可能會隨時大跌下來 讓你能夠兼顧好生活品質 掌握到賺錢機會 重點是晚上能夠睡覺 睡得安安穩穩 而且快進快出之下 受到大盤趨勢影響非常低 操作靈活隨時可以先買 也隨時可以先賣 對不對 重點是幫你把風險降到最低最低了 不敢說沒有風險 風險一定還是有 但是我們不會說股票抱在那裡 當行情反轉下去的時候 越套越深 越賠越多 變成長期套勞 變成重傷 也不會說像很多人放空 結果一波這個嘎上來 融券要強制回補 反而被嘎在高點 補在高點 被嘎到 對不對 你會發現我們完全都不會 幫你把風險降到最低最低了 而且資金靈活運用 錢可以放在別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之下 還是天天能夠幫大家掌握賺錢機會 來快速累積財富 所以我說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賺錢方法 當然我要強調 那憲榮老師的當衝 可能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不是說每天盲目的追高殺低 更不是每天 我要帶你殺進殺出個幾十趟 那我們的當衝 每天都按照嚴謹的操盤 SOP 觀察盤式決定好 攻擊盤做個短多 整理盤我們才做短空 選出符合條件的個股 在確認轉折時果斷出手 並且遵守紀律 理性操作 當天進當天出 嚴格控制風險 這樣才能夠穩紮穩打 用最小風險 幫他掌握賺錢機會 那舉個例子 今天我們操作標的 3413半導體設備廠的經頂 最近業績又創新高 重點是股價開個高 一度拉回洗盤兼右空之後 發現能夠再度的站上均價線 有大戶持續的積極進貨跡下 而且股價是早盤就大量突破了 近期的整理平台 這個有機會吸引追價買盤進場 再拉一波上去 動能指標也翻紅 出現轉強訊號 所以今天建立會員朋友 我們大盤今天有攻擊機會 就採取先買後賣的策略 不過今天比較可惜 早盤我們這地方 9點50分通知大家 187 188之間先做買進 這地方停損定在184 目標定在196.5 那金頂的部分 今天是一個多空劇烈震盪 早盤買進的時候 大概在這裡 買完之後一陣急拉上去 最高來到194 還沒來得及建立會員朋友出托 突然又反手急殺下來 所以今天很抱歉 沒有來得及通知會員朋友 來做出場 股價又反手殺下來 反而在11點24分 因為觸及到停損 我們停損放在184 建立會員朋友 這地方二話不說 通知大家先把它賣出 遵守機率 嚴控風險 這絕對是我們的操作 最高的一個準則 絕對不做熬單的動作 那你說這樣賠錢 也要拿出來講 這就是憲榮老師這麼多年來 堅持 堅持要提供給投資朋友 真正專業用心 但是最重要 具有誠信的操盤服務 所以憲榮老師你會看到 我每天在這邊 堅持不說謊不騙人 誠實報告沒筆操作 有賺沒賺 甚至今天停損 我們都誠實講 我只求緣分到了 認同憲榮老師理念的 一起來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當然如果說你要找一個 天天都能夠幫你賺錢的老師 那請你去找別人 但是我也只提醒你 如果有人告訴你 他天天都能幫你賺錢 那絕對是神話 神棍才講的話 那真正的操盤高手 提醒大家做股票 哪有人就跟吃燒餅一樣 哪有人吃燒餅不掉芝麻的 對不對 但是重點是 我們只會掉燒餅 不會掉芝麻 也就是一個操盤高手 出手的結果 記得這只有三個 看對的時候 有時候大賺 有時候小賺都沒關係 但看錯一定就小賠就出 絕對不讓大賠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一定都幫大家 嚴格控制好風險 今天金鼎 沒來得及獲利了結 又反手下殺 小賠個三塊半趕快跑 對不對 那小賠個這個地方 這個三塊半出托 沒關係嘛 可是讓我們看對的時候 像上次 上個月我們操作穩帽 兩趟對不對 一趟賺個五塊價差 一趟賺個六塊價差 這不是輕輕鬆鬆就幫他賺起來了嗎 甚至今年最大的比獲利在三月份 那時候行情盤中波動比較大 被我們逮到嘉澤 利多頻傳之下 大戶有持續在出貨的跡象 對不對 動能指標也持續翻黑轉弱訊號 建議大家先買 那天我們建議大家276.5 277.5之間先做賣出 你看那時候股價在277.5 成交均價277 賣完之後 哇一路得個下殺 10點多而已 已經殺到我們的目標 264塊達陣 對不對 通知大家買回來 就是這樣哇一口氣 那一天大賺13塊價差 很多人操作四張而已 就幫自己加薪個五萬多 開開心心賺起來了 所以你看到這就是我們說 做股票就是要這樣子 看對的時候有時候小賺 有時候大賺 看錯小賠就出 絕對不讓大賠發生 長期下來 這樣才能夠成為真正的贏家 認同憲榮老師理念的 這部分都歡迎大家 休息時間就來找我們 第二階段馬上再回來 由河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用心重誠性 其中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恰恰分線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高老師 極品操判慘罪 入會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限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 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運達投顧好看 弄得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店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好 再度的提醒大家 我們做股票絕對不能夠 只會想要買買買買個不停 永遠只想買股票爆發波段 這地方當個死多頭 重點你要先去盤 觀察盤勢的一個結構 盤勢的趨勢 到底現在是在低檔 讓你來全力進攻 還是在高檔要懂得穩扎穩打 持贏保財 這樣長期下來才能夠成為贏家 對不對 就像還記得在四年前 台北股市那時候在8000點附近 那時候大家都在擔心FED要升息 覺得這叫做利空 擔心520的時候 小英第一次總統就職 大家很擔心會不會在就職演說 說了什麼觸怒中共 會不會造成了所謂的 這個520魔咒再度的發生 所以當時大家都不敢買股票 可是憲榮老師跟他講 看到這種狀況別人不敢買 融資餘額在大減 別人在拼命用融資賣股票 對不對 520前出現窒息量 四個交易日成家量都只有600多億 大家都不敢碰了 我說什麼 別人不敢買的時候要人氣我取 量小的時候是要做多來買股票的 未來量大就可以快樂數鈔票 所以當時指數在8000點附近 大家都還認為這個行情 哇 好恐怖喔 不敢買 都把股票殺光 當時股票殺光 心存猶豫懷疑的時候 憲榮老師監獄會員朋友 大盤在這邊 準備進入第三波主聲段 目標10425對不對 多頭火速歸對 當時很多人覺得 憲榮老師在亂喊對不對 大盤8000多喊到1萬多點 這個老師一定是亂喊的 可是只有少數的指引 跟著憲榮老師從當時8000點 全力拼大的 當時我們重壓車用電子 包括美其馬 包括自身科 不是說股價漲翻天去追 那時候才40幾塊的美其馬 60幾塊的自身科 帶著會員朋友在第一檔 就卡位就佈局好 拼大的 後來很多會員朋友 靠著這兩檔 都是掌握到倍數以上的利潤 才全數出清 對不對 可是那是大盤在8000多 目標上看10425 等到大盤漲到1萬1了 對不對 憲榮老師 也提醒大家 這時候不能夠再拼了 2018年 指數漲到1萬1開始 憲榮老師開始建立會員朋友 目前大盤在到高檔震盪 但是長線具有轉空危機之下 請建立會員朋友 波段部位保持空手 擁抱現金 等待機會拼大的 對不對 7000多我們全力拼 我們不需要在1萬1 1萬2在這裡高檔拼 我們開始拆去短線 快打當衝作戰 穩紮穩打 來累積財富 所以後來大盤 2018下半年 一波急殺 從1萬1殺到多少 殺到9300 9400下去 很多人受傷慘重 尤其當時最多人買的 被動元件國具 漲到1300殺下去 剩下兩三百 到現在還很多人掏在裡面 可是憲榮老師幫大家避開了 還能夠穩紮穩打 利用當衝作戰 2018下半年 指數跌了1800點 我們當衝勝率七成條件之下 累計投包率超過了八成 那2019年指數拉高上來 我們的2019年 累計年度報酬率 一樣超過八成 就是靠著這樣盤中滿手 盤後空手的方式 穩紮穩打 當個快樂當衝作 而現在大盤指數 高檔震盪 看起來好像暫時跌不下去 但是你去買要爆波段 要賺大錢也很難就算了 風險很大 所以只有當衝 才是你最好的操作策略 那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 再強調一次 每天不會給你一堆股票 叫你設飛鏢 最多兩檔當衝股給你 清楚的告訴你要買還是要賣 清楚的提供進場價 預設停損獲利目標 沒時間看盤老師幫你看 到了假通知你 沒到假當天帶你進 當天帶你出 跟著憲榮老師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就有機會當個快樂當衝足 幫自己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這個部分認同憲榮老師理念的 都歡迎指明 由我親自帶領的 極品操盤團隊 讓我們一起來 征服股海共創雙贏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